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做一个摇鸡蛋 你们肯定没见过 现在我先去搞一些鸡蛋 我们家的鸡都是散养的 鸡蛋都是在外面的 走吧 这里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 鸡蛋 这里有两个 就在这里 走吧 鸡蛋 鸡蛋 大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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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一个小窑就完成了 这样子我们这边特有了一种盒子 我逢年过节拜祖的时候就用这个纸了 先把这个纸弄湿 让它吸收水分 然后把这个纸 然后把这个纸 裹在鸡蛋外面 这样裹住它 这样裹它是 为了等一下不要那个泥巴 跑到蛋里面去 等一下熟它就熟得透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要取这个黄泥巴 一定要比较黏这种黄泥土才行 就把它从外面裹一层 就黄泥 可以回去生火了 我们先把这个蛋垒上去 把这个泥巴弄好 现在就可以开始生火了 咕咕咕咕咕咕咕 你下来我就烤了你吃 半揪 半揪在上面不停地叫 把这种黄泥巴弄好 把这种黄泥巴弄好 然后再烤另外一边 你看这边都裂开了 现在这个蛋也差不多熟了 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泥巴盖住 焖个盖住在这里 焖一个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开始 好了 现在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能打开看一下 看看这个蛋熟了没有 这个泥土还很烫 你别看过两个小时 这里面还是很烫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蛋必须熟的 这里还有一个 哇 看这个 这已经完成了 用这个纸呢 就是把这个泥隔开的 你看 隔开就会 搞到这个蛋很脏 好香好香 哇 好香啊 我忍不住了 嗯 不错 真心不错 小鸡快点过来 还在那里拍 等一下我干完了 我已经闻到一果很香的香味了 还有一朵淡淡的泥土 当香 真心不错 朋友们随会了吗 没有随会的 在评论里面可以 给我们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 记得关注一下 我是小六高野 再见